鼎泰山岩附近的贺林会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的聚会 提供老人家们一同相聚闲聊以及共餐 让长者多多走出户外参与活动 增进阴法族的身心健康造福更多的年长者 鼎泰山岩活动中心聚集的一群老人家 他们是庙方附设的贺林会成员 会长表示成员们大都是庙方的信众组织而成 成立至今已经有40年之久 会员约有300名 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聚会 并邀请各界讲师 为长者们做身心灵及健康医疗宣传 希望能够带给长者们健康快乐的生活 福大的医院来这里有些关于福大医院 公开这里的输注证 这个福工山岩来宣传说吃素 是对身体最好的这个苍蝇 我们的贺林会的老人的一个参序 那也是他们的会员会 那大家很高兴参与在这里 也很感谢我们鼎泰山岩 我们的林董事长 能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有这个机会 大家团聚在一起 公所主秘程宏钦表示 贺林会提供老人们一同相聚闲聊及共餐活动 除了让长者拥有一个更好的用餐品质之外 还能够让长者多多走出户外 相聚一起闲聊 对长者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那大家能够平时定期的相聚在一起 也谢谢我们的董事长 谢谢所有的长者 能够借这个机会大家走出来 随着贺林会40年来每月一次的聚餐 已经成为会员们所期待的活动 来到这里看见老朋友们可以互相寒暄一起吃饭 希望透过这类活动增进银法足门的神心健康 造福更多的年长者 以上新闻记者虎宇轩在泰山采访报道